好 那在這個單元的話 我們要開始 就是在那個歌唱的部分 我覺得有很多的細節 我們請馬老師大概來講一下 怎麼唱好一首歌 這樣比較快 細節太多了 我們先來幾個重點可以嗎 好 我們先來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一個人對音樂的樂感 在樂理方面的樂感 再來就是他對一首歌的 因為歌詞參加在裡面 那這個語氣怎麼樣去處理 再來就是 第二個部分就是怎麼樣控制你自己的聲音 做出不同的音色出來 來表達你現在唱歌的每一個部分的感情怎麼處理 所以 也就是說我們在控制這個音色上面 實際上是可以透過我們某些練習來 這個是必定要練習的 比如說我要做的比較有悲哀或是比較強烈 控制上面 對 那種第一就是你的咬字的處理怎麼樣去 你的語氣的關係 再來就是說你 高音你能不能 譬如說一首歌的他到高音的時候 我最近聽一些 像韓國的歌手 他們很多那種 蠻悲情的歌 他們每個都唱的那個 那種悲情能夠都完全表達出來 那個爆發力都出來 尤其是我有一個女孩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 我不知道她叫什麼 非常好聽 不能講誰 因為我聽了太多了 幾乎每個都可以 都很好聽 那該爆發的時候他就爆發出來 那該收的時候很靜肉的時候 他又能夠很靜肉 不會很死很緊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是可以透過練習來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要透過專業的訓練 我曾經在你的網站上面 就布陸葛上面跟你的官網上面 有提到很多的一些人體的構造 我第一次是說 看到我們在學唱歌的人 需要去研究到喉嚨這個構造 包括說我們的一些橫隔膜這部分 對 因為我們這個訓練 這訓練本來我們的樂器本來就長在身體裡面 對 那如果我們都對自己身體裡面 每一個發聲系統 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部分都不熟悉的話 那怎麼樣去科學的去給他分析 跟有一個正確的理論 有一個正確的概念去給他訓練 所以要針對某個部分 去做一些特定的練習就對了 對 像譬如說去練功夫也是一樣 對不對 他打起來 他是一個環節 你不知道他每一招怎麼樣 對 怎麼樣打你 對 但是也必須要從每一個環節 然後去單獨練完之後 再把它套在一起對不對 對呀 那當然就是先把每一招把它拆開來 單獨去訓練 對 對 但你練琴有個一樣嗎 是是是 對 你這個指法 今天給他練100次 對 就把它拆開來練 嗯 了解 直到能夠完整的 就是完善的去控制到 百分百去控制這個 那當然 那個穩定度一定要練出來 果然是還是要下功夫才對 不是說我天生就可能就很厲害 對 因為有時候是摸不著邊 只是說 有時候唱得很好聽 有時候又不好聽 對 這個是不穩定 所以變成說有時候某些歌你會唱 某些不會唱 就代表說我們在某方面是有一些練習上的瑕疵 對 這個可能跟key啊 跟你的熟悉度 對 了解 那就講到重點 就是說 我知道馬老師在這一個教學上面有一個蠻特別的就是三八度 三個八度 對 比如說我們要用正音唱到第三個八度的時候 那是一個 我覺得 一般人來說 像以男生來說 我最低唱到手 中央C以下的那個手 往上的話就到往上的發 就是高八度的那個發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到發以上我就唱得非常吃力 那這樣的話才兩個八度而已 頂多兩個八度 那這個是你的音域 那每個人的音域都不一樣 那所以 如果要再往上一個八度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們幾乎男生很難辦得到 對 那這個是要方法 對 跟一個專業的訓練 對 那我曾經聽我說就是說 你可以把真音把它提高到第三個八度 使用真音不是假音 那當然 對對對 那如果說這個方式能夠被 做一個有邏輯性的一個練習方法 我覺得那就很很嚇人了 是蠻嚇人的 我當初就是這樣嚇到 我們現在就要嚇觀眾 現在嗎 對 三個八度 那你的意思叫我示範嗎 直接示範一個 好 對 應該不會破了 應該 把麥克風放遠一點就好 好 來 我先按一下琴 你要哪一個音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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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F-sharp 譬如說這是我最低的音 我的天啊 這個是直接連關上去 我們要直接把電腦弄當了 現在到底是應該還有在錄了 太可怕了 所以你剛才是真的音這樣上去就對了 對啊 因為我沒有斷掉 直接就從第二個八度的最高那個音 因為很多人都是用假音 我覺得假音 真假音在換是可以 可是有的換的時候 它在轉的部分轉的不是很好 直接用真音就給它上去 我們訓練這個聲帶的三個八度式 我們把聲帶練到最細 對 不只是高還要細膩 對 因為聲帶你一定要細 對 才會上到高音 我知道你有提到過就是說 聲音要練的不是乾燥 而是有彈性有光澤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針對我們的喉嚨的一些 它的一些 去練習到有彈性 讓它聲音發出來是有磁性的 對啊 你透過這種訓練聲帶的 對 這種比較透徹的訓練 它聲音它出來就是會有磁性 你這個高音練起來的聲音 因為它的力量跟細膩度都已經滿好的 因為有一些我知道一些歌手 他們唱久之後喉嚨會沙啞到 像是那個掌檢啊 或幹嘛的 那覺得你這樣子練習會有這樣的 不會啊 因為我們不會過量 這是過量的問題 對 那你 因為這是肉做的嘛 對 超過它能夠複合的時間 還是發生的方法不對 欸 發生的方法當然有 比較容易讓它受傷 對 那這種讓聲帶變細的方法 對 是不會讓聲帶受傷 除非你一直練它五六個小時 就是過量的一個練習 對就是過量 好那最後的話就是說 我打算是說 可以的話我們在最少每個月 我們來辦兩次的一個 就是您的一些免費的一些講習 那我想讓很多的網友 他們喜歡唱歌的人 能夠到我們這邊來 那我們提供一個場地 讓大家來 像我們鋼琴的教學 也幾乎都是free的在做 那我是希望說 把這個門檻 讓大家每個人都能夠接觸 包括說引進馬老師 這麼好的一個教學的方法 對 那 我覺得是可以 對 好那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希望是說 我們以後在禮拜六的時候的 不管是早上還是下午 我們就把時間公布出來 那各位網友就到這個留言板去 去留言這樣子 那如果說人數到超過六個人以上的話 我們就開始就做這樣子 我是覺得人數超過十個人 十個人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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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